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不再坚持动态清零防疫政策 预料将有更多人出国寻找商机 那这么一来 我国楼市会不会迎来更多买家 继而推动经济增长 猫公布公布的预估数据显示 我国经济去年增长3.8% 同2021年的7.6%相比 增长步伐明显放缓 而最后一季则年比增长2.2% 增幅比前一季的4.2%来得小 制造业在去年第四季度同比萎缩了3% 服务业同比增长则放缓到4.1% 分析认为我国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 经济增长受海外需求因素影响 肯定会放缓 因为我们是一个外向型的一个经济体 我们出口贸易是占我们的GDP的4倍 所以只要全球的需求对我们来说缓慢的话 当然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出口贸易 经济发展需要消费来支撑 1月1号本地消费税从7%调高到8% 明年再调高到9% 经济师估计短期内可能会影响消费 不过政府推出的定薪与援助配套 将输缓民众面对消费税上调的压力 而利率现在目前还是挺高的 很多人就会把钱可能我有多一块钱 把它放在银行也好了 储蓄起来也不会这么大力地去拿来消费 所以在消费方面2023年消费的增长 会比2022年还来得缓慢一些 所以影响到我们2023年的GDP的增长 本地房地产市场今年也充满变数 经济发展局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 去年全年组转售价上涨10.3% 组转售价连续11个季度上涨 上一季的季对季涨幅达2.1% 分析认为冠冰疫情加上俄乌战士影响了供应链 导致供需失衡 因而推高了房价 因为这个疫情关系 那个组屋的等待时间是被拉长了 那些预购组屋甚至要等到六七年 那很多的这些买家就进入这个转售市场 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 那个需求量不断地在上升 然后自然而然那个供应量它没有办法来满足这些需求的话 它价格就会一直在攀升 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 建屋局加快建筑工程并推出更多预购组 建屋局计划在今年推出多达两万三千个单位 并会根据需求在必要时把2021到2025年推出的单位总数增加到十万个 受访的分析师指出 随着供应增加 转售组屋价格有望在今年稳定下来 在短期之内房价可能还会有上升的趋势 但是不会像前两年这么猛的上涨 另外要提到的也就是说 在这两年或者说今年开始的话 你会看见这个利率也会再慢慢调高 这些的话对于房地产的需求都会有一定的遏制 本地楼市一片红火 好几个私宅新项目一开盘就卖个满堂红 市区重建局公布的预估数据显示 去年全年私宅价格上涨8.4% 大家都在疫情之后有这个对房屋的需求 还有包括全球的通货膨胀 那么买房屋抵抗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么一个投资的这么一个需求 而且在这两年之前的话 这个利率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这种情况之下 还有一些情况的话就包括这个 也有外地的这些投资进入 为了给房地产市场降温 政府在去年9月推出新一轮降温措施 包括提高贷款资格门槛 并规定私宅业主卖掉房子后 必须等15个月才能购买转售组 据估计今年将有超过40个新私宅项目推出市场 单位总数达到1万1000多个 业界认为今年私宅价格仍然会维持在高位 我觉得这个私宅新项目推出 这个价格还是会保持相当的高 为什么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的剩余的单位 是历来最低的一次 然后虽然2023年我们看到会有更多的项目推出 不过因为之前发展商他们买地的价格已经非常高了 所以在2023年看到的价位还是会保持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中国政府不再坚持动态清零防疫政策 将在这个星期天重新开放边境 分析认为有更多海外投资者重返新加坡 这将带动住房需求 整个新加坡的这个经济 还是保持在比较健康平稳的发展的一种状态 那么人民对这个住房的需求永远保持存在 还有就是由于这个新加坡一直以来 包括在疫情期间 这个政府掌控也好 或者说是管理也好 这个成绩 那在全球在说也是比较可撑可赞的 那么也就是说长期来说 也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或者说移民会考虑到新加坡 一直以来 我国政府都希望房价和家庭收入达到平衡 也就是房价不超出国人的负担水平 分析师指出 除非今年房地产市场出现太大的波动和升幅 否则政府应该不会出台新一轮房地产降温措施 让市场自由发展 中美关系跌宕起伏 两国在贸易科技人权和地缘政治几乎都在对抗 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在巴厘岛面对面会谈 中美关系将走向各方 稍后一起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